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天的 在这一课 我们要学习以下几个句型 第一个 限り的 第二个 を限りに 第三个 に限る 第四个 に限たことではない 或者是用 に限たことでもない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句型 限り的 限り的 一般是接形容词和形容动词的连体型后面 它是表示 集其什么什么 非常什么什么 常用的有几个句型 好 下面我们看一下书上的第一个例子 你どこの結婚式に出られないとは残念な限りだ 这里的残念な限りだ 就等于 大変残念だ 或 とても残念だ 这句话是讲 竟然没有办法参加表弟的婚礼 真是遗憾至极 好 再看第二个例子 年を取って お金もなく 家族もいないのは 心細い限りです 这里的 心細い限りだ 就等于 とても心細い 这句话是讲 上了年纪 又没有钱 又没有家人 这真是让人感到非常的不安 好 这个句型比较简单 下面我看一下第二个句型 おかぎりに 这个句型也不难 它的接续是接体言叫おかぎりに 有时候也可以直接体言加かぎりで 不过 体言直接加かぎりで 这个用法不多 一般是直接加一个 带有准确时间的这样一个名词 它表达的意思是 以什么什么为期限 以什么什么为借 好 下面咱们看一下它的第一个例子 今日をかぎりに 甘いものをやめることにした 这里的 今日をかぎりに 就等于 今日を最後にして 也就是说 今天为借 我打算不吃甜的东西了 好 再看第二个例子 3月限りで このクラスはなくなります 这里的3月限りで 就等于3月末までで 就是到3月末为止 那这个班级就不存在了 好 除了这以外 咱们还有一个固定的表达形式 声をかぎりに 就是表示 尽自己声音的最大限 咱们看一下 咱们看一下它的这个例子 彼は声をかぎりに 助けを求めた 这里的声をかぎりに 就等于 できるだけ大きな声で 那这句话例子讲 他声势力竭的求救 这个语法也比较简单 所以咱们不再扩充的讲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第三个句型 にかぎる 这个接续也是比较简单 它是接动词的基本型 或者是名詞加に 有时候也可以用动词的微软型 加一个ない 它是表示 什么什么是最好 最好怎么怎么样 下面我们看一下 书上的第一个例子 風邪をひいたときは 暖かくして寝るにかぎる 这里的寝るにかぎる 就等于是 寝るのが一番的 感冒的时候 最好热手糊糊的睡一觉 再看一下第二个例子 日本語学校を選ぶなら この学校にかぎる 这里的この学校にかぎる 就等于この学校が一番的 如果要选日语学校的话 那么这个学校是最好的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第四个句型 第四个句型 一般咱们见得很少 这个句型 这几年也考的比较多 所以希望大家把它给记牢 第四个句型 一般是以 何々にかぎったことではない 这种形式出现 其实它是一种 比较生硬的表达方法 一般的是用 何々にかぎらない 不限于什么什么的意思 它的接句 一般是解体言的 也是比较简单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书上的第一个例子 若者の言葉使いが悪いのは 我が国に限ったことではない 我が国に限ったことではない 就等于我が国だけではない 就不仅仅是我们国家 那整个句子意思是讲 年轻人说话 粗鲁的现象 并不止限于我们国家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例子 夏にインフルエンザが流行ったのは 今年に限ったことではなく 去年も同様だった 今年に限ったことではなく 就等于今年だけのことではなく 也就是说 不限于今年 那这句话意思是讲 夏天爆发的流感 不只是今年的事情 去年也是一样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与上面四个句型 像配套的几个練習 練習1 正しい方法に丸をつけなさい 1 応援していたチームが 試合に負けてしまって 残念何々 断天 A 残念な限りだ 形容词形容动词 加算限りだ 表示非常 及其中等于とても残念だ 这句话是讲 自己支持的那个队 在这次比赛当中输掉了 真是非常的遗憾 に限る 他前面揭动词的基本性 或动词的否定性 或者是揭名词 所以这里是形容动词 是不对 他表达的意思是 什么什么是最好的 我们看一下第二题 新宿の家を買った 今月何年にこのマンションともお別れだ 这个答案点A 今月を限りに を限りに 是表示以什么什么为戒 这句话的意思是讲 我买了一个新家 到这个月为止 我们就要和这个公寓 抱别了 三番 風邪をひいた時は 薬など飲むよりゆっくり 寝るなに 半天A に限る に限る 接动词的基本性 或耐心 或者接名词 表示 是什么什么最好 四句话例子讲 感冒的时候 与其吃药 什么的 还是 好好地睡 叫得好 四番 朝の電車が混んでいるのは 今日に 何年に ことではない 看到以后 ことではない 咱们马上就知道答案点 B かにったことではない 一个句型叫 何々に かにったことではない 就等于 何々に限らない 不限于 什么什么 那这句话是讲 早晨的电车拥挤啊 不限于是今天 仰外之意 还有很多天 也是这样子的 A限る に限る 是表示 什么什么最好 不能说是今天 最好 五番 宝くじに 当たったなんて なんども うらやましいなにゃに 答案点 B かにりだ かにりだ 就在形容词 形容动词的 連体型后面 表示非常 那这句话的意思是讲 彩票竟然中了 真是太让人羡慕了 这里的 なんども 它就等于 まことに 真的 确实的意思 面集2 下の語を並べ替えて 正しい文を作りなさい 棒線のところに 数字を書きなさい 6番 そのドラマは 市場率が 何々 打ち切られることになった 打ち切られる 是成了 被叫停 或者被停止 ことになった 表示一种结果 那这句话的意思是讲 这个电视剧 收视率怎么样 结果被叫停了 咱们看一下 它的四个选项 1 おかぎり 2 2 3 のびつ 4 10回目 おかぎりに い什么什么危险 那い什么什么危险 前面一些体验 所以这里面 知道它前面应该是 10回目 所以整个 大致的排序 应该是 4 1 2 全停下来了 那就剩一个 のびつ のびつ 什么のびつ 前面 应该有 一个足语 跟前面一个 市場率が 来对应 所以整个的排序 又出来了 3 4 12 そのドラマは 市場率が 伸びつ 10回目 没有かぎりに 打ち切られることになった 这句话的意思是 那么电视剧啊 收视率没有提高 到第10回 就被叫停了 7 我们先看一下 前面半句 他讲什么 漢字が 書けなくなった のは 就是 开始不会 写半字 后面 何年になってから ずっと的 怎么怎么以后 一直是这样子的 那看一下 他的这个选项 1 コンピュータを使うように 2 最近 3 ではなく 4 に かぎたこと 咱们修个句心 何年になりに かぎたこと ではなく 因此 先把 4 3 定下来 何年になりに かぎたこと ではなく 前面 一般是 接体验的 那 接体验 从他的学项当中 只有一个 最近 所以 2 4 3 在一个随时 先定下来 最近 に かぎたこと ではなく 还有一个 コンピュータを 使うように 那 使うように 后面 肯定要接动 次的 所以 由此 可以看 他的后面 应该是 なってから ずっと 所以 整个的拍子 就出来了 应该是 2 4 3 2 漢字が かげなくなった のは 最近 に かぎたこと ではなく コンピュータを 使うよう になってから ずっと だ 这句话 的意思 开始 不会 し 漢字 不限 于 是 最近 的 事情 只 买了 电脑 以后 一直 就是 不会 写 不限